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啊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档案寄给各班德导师 然后请他们填写嘛 填完之后呢寄到我的信箱 类似这样子来去做 可是呢通常大家可能就会把这个内容啊 还会帮你 有些老师真的很好笑 会帮你算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可是这样会让这个收集资料 无形中增加很多的一个时间的浪费 好 其实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请老师他们来去算 可是假设我今天我是教务处 我只需要收集到我想要的资料 我真的没有这些学生的成绩 谁有 只有老师有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写一个 例如说表单 然后让别人来去输入资料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建立表单 建立表单 建立表单在这个地方开发人员 有一个叫Vcio Basic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表单嘛 那以前我们都是用录制聚集啊 你就会说老师现在好担心哦 是不是我们开始准备要写程式了 你不用担任的 全部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什么界面化的操作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点选这个Vcio Basic 不是点录制聚集哦 是点选Vcio Basic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来去观看一下哦 好 这个Vcio Basic 这个Vcio Basic 以前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做修改 现在不是啊 现在因为我们一个句集都还没写嘛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表单做出来 好 建立表单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能必须要去了解一下 这这个地方哦 是什么 这地方又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再去谈这个部分 这个属性 视窗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但是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随便在这边点也可以 在这边点也可以 在这边点也可以 反正随便你在任何这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右键去点都可以 第一个动作哦 当然就点刚刚的V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在这个 这个小小的视窗 这个专案视窗里面 因为你要 新增一个表单 好 所以滑鼠右键 插入这边就有制定表单 好 所以首先建立表单的方式 刚刚这边没有表单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表单 所以打开一个空白的表单 就这样做 这就是建立表单的方法 可以吗 记得做哦 第一件事情 好 我先关掉了哦 第一件事情 点选开发人员 VCO Basic 第二件事情 在这里面哦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呢 插入制定表单 好 请你们 做完 记得哦 这个视窗要不要储存 不需要 直接关掉就好了 这样就存了 你重点是 这个收集资料的 包含聚集的这个档案 必须要储存 重点是这个档案要存 可以哦 好 来麻烦请你们 先点选这个VB 然后滑鼠右键 插入制定表单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哦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做一下制定表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